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狐狸猫,猜猜看阿里山上的鸟类总共有多少种呢? 嗯,我猜有十几种吧 阿里山鸟类的物种其实有九十种以上 我们赏鸟看到的数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哦 居然有这么多啊! 那九十种以上的鸟类在台湾算多吗? 全台湾鸟类目前有六百七十四种 阿里山一个地方就占了百分之十三以上 说明阿里山的鸟种真的很丰富哦! 哇!台湾的鸟类有六百多种 那台湾的其他物种呢?是不是也很多啊? 台湾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很高的国家 土地面积虽然不大 只占全球陆地面积的百分之零点零二七 却已经发现了六万以上的物种 占了全球的百分之三以上 更是全球平均值的一百倍以上呢! 物种数量多就代表生物多样性高吗? 生物多样性一共有三个层面 物种数量只是其中一个层面哦! 是哪三个层面呀? 生物多样性可以分为 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以及生态系多样性等三个层面 例如来自相同清代的台北树蛙 看起来还是有些不同 这就是遗传多样性 丑物狗同种但长相各有差异 这算是遗传多样性吗? 没错!除此之外 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型和肤色的不同 也是遗传多样性的表现 那物种多样性呢? 是指生物的种类很多吗? 没错! 在相同年代的同一个地区中 生物种类越多 物种多样性就越高 接下来是生态系多样性 是指地球上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生态环境 不同的环境提供不同的生物气息 例如台湾拥有森林、淡水、河口和海洋等多种生态系 而撒哈拉沙漠只有单一沙漠生态系 我知道了 所以台湾的生态系多样性就比撒哈拉沙漠丰富 狐狐狐猫说得没错 那老师再来考考你 能不能答对接下来的问题呢? 下列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描述及配对 何者正确? A. 班上同学有的是单眼皮 有的是双眼皮 遗传多样性 B. 校园中有寒羞草和笔筒树 遗传多样性 C. 台北市的居民有白人、黑人和黄种人 物种多样性 D. 热带雨林有蝙蝠、猴子、树兰等动物 生态系多样性 答案为A. 老师,那生物多样性 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 生物多样性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哦 你看,就是因为有物种多样性 我们才能欣赏到这么多美丽的鸟种啊 对耶 而且物种多样性 还让我们有米饭、蔬菜、鱼、肉等等 各种不同的饮食选择 全球各地的气候、土壤不同 孕育出不同的生态系 也造就了不同的文化 像是草原、沙漠、雨林等的文化风貌都不同 不仅如此 这些因为生态系多样性造成的文化差异 促使不同地区的人开始交流 促进了贸易跟观光 我们能上阿里山看云海 去墾丁湖前 也是生态系多样性的功劳 是的 而遗传多样性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哦 像是路上看到警犬、牧羊犬、导盲犬等 通常会由特定的狗狗担任 是因为不同的狗狗、基因表现不同 造成它们会在特定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生物多样性听起来真的好有趣 也好重要哦 除了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对生物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想想看 遗传多样性对生物有什么好处呢? 以前有教过 变异欲高的物种对环境改变的适应能力越好 没错 所以遗传多样性有助于物种的生存 那物种多样性高有什么好处啊? 还记得吗? 环境中需要有物种扮演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等不同的角色 发挥不同的功能、构成食物网 所以需要各种不同的生物 像是草原由草本植物担任生产者 细菌担任分解者 还有各种不同的动物担任消费者 当草原上有老鼠、松鼠、兔子等多种不同的低阶消费者 身为高阶消费者的狮子、老鹰、狐狸等 就有更多的食物选择 不用怕饿肚子啦 我知道了 物种多样性越高 食物网越复杂 生态系越稳定 那生态系多样性呢? 生态系多样性越高 能提供多样的环境 让更多物种生活其中 所以能同时维系着物种与遗传的多样性哦 老师和狐狸猫边走边聊 不知不觉就已经下山即将分别 老师快速跟狐狸猫复习今天学到的知识 一、生物多样性 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多样性三个层次 一、遗传多样性 同种生物的不同个体之间有不同的基因组合造成个体差异 二、物种多样性 相同年代的同一个地区 生物种类的多寡 三、生态系多样性 地球上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生态环境 不同的环境提供不同的生物气息 二、遗传变异欲高的物种 对环境的改变具有较佳的适应能力 三、物种多样性欲高 可构成较复杂的食物网 使生态系更加稳定 四、生态系多样性欲高 能让更多物种生活其中 同时维系着物种与遗传的多样性 由海中泰迪熊之称的海踏 别看它们可爱的模样 它们其实是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 尤其是海胆最主要的天敌 货王海踏曾因为大规模的商业猎捕 而面临灭绝危机 科学家发现它们的数量减少 不但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的稳定 更会影响气候的稳定 这是为什么呢 欢迎你去探究原因 并和我们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